唉,时光飞逝,岁月如梭呀,转眼又到了年底了 这孩子们怎么一个都没回来呀?你说这法定国家这个节假日安排 到了大年三十才放假,谁家没点事安排过年呀?不得准备准备呢?我也真是醉了 唉 台湾姨妈,小花回来了,大姑,快坐 我可有日子没见你了,一年了吧? 嗯,一年了 你看你长高了,你怎么吃的全好? 胖了是吧,大夫 全会照顾自己的看来 都高三了吧今年? 我听你妈说,今年参加高考,学习特别特别努力 准备考哪个大学啊? 家里敦 我有考东大 东大是社交的吗?北京的?上海的? 东京的?日本的? 中国这个周不下你了,是吧?干嘛上日本啊? 嗯,我去日本,大姑 以后我们家人就少了一个,就想我了 你爸妈同意了吗? 这日本,你忘了咱的国仇恨了吗? 去了以后人要歧视你怎么办?排挤你怎么办,孩子 不会的,大姑 不是啊,这么多年咱有这么大的仇恨,你都忘了吗? 我确实不记得 你跟家里相对好了,你爸你妈都同意啊? 我爸妈特别开明 我不支持 为什么我再过? 反正我就不支持,找你爸来了 把你爸叫来,刚才哪去了? 这不放假还学习呢? 你学的什么书啊? 日语 反正我不同意 怎么也不跟我说说就定了呢? 我也是你大姑呀 你不心生成下我的意见吗? 孩子,我觉得这样不行,你再考虑考虑 你看看我 跟你说话呢 大姑我走了 你干嘛去? 我说谢谢 不不不,再玩会儿,再玩会儿 你让我烦了是吧? 没有没有,大姑 大姑你怎么说? 你初纪回来呀 初纪来我家玩,叫你爸妈一起来 再谈谈 我考虑考虑,我又不去了今年 都见到了大姑 在哪家不见不去了? 在家学习 来吧 来,一定要来 初三 带你爸妈一起来 大姑,大姑 来,来,来,来 你玩吧大姑 我去学习了 不是当年烦吗? 说两句就走 小花你给大家拜年了吗? 拜年 拜年 拜什么年? 给你过年了,不给大家拜年吗? 你给我拜年了 给你姑父拜年了吧 哈哈哈哈 好好好 说大姑,什么什么 说东海 身体健康 祝同学们吉言大吉 唉,好吧 那我也祝大家吧 祝要复日的小伙伴们 美梦成真 顺利复日 然后考上理想的大学